紅樓樓聲響大作戰機一起飛 上千位軍事迷 忙著拿手機 相機捕捉戰機英姿 就連小朋友都看得目不轉睛 因為F16V戰機可不是天天都看得到 有人半夜兩點就來卡位 想要看看以後 未來的學長 對 未來的學長 觀摩一下 不只看學長 他強調自己的夢想 就是看F16V戰機 半夜從嘉義北上 就是為了一堵戰機風菜 風軍事的當然不只他 對 那你攝影紀念大概多一個了 開始接觸飛機在2011吧 對 快十年了 差不多 壓五動動到現在都陸陸續續有人來 已經十二個小時了 對 十二小時了 那是為了守候最好的位置就對了 守候最好的位置 然後我們重號也在這邊烤肉 為了看戰機 蔡先生27號下午就從台南開車北上 還準備烤肉工具食材 要跟大家一起同樂 軍事迷中搶眼的還有這位 我沒有多久啦 機會難得 真的是十二年又睽違 睽違十二年又回到 我們彰化的主廠 李先生說雖然已經退伍 但對軍事還是超熱衷 花了兩天才找到最佳角度 升降機完完往上升 有軍事迷為了抓角度 拍出好照片 甚至自備升降機 附近民宅屋頂上也擠了滿滿人 軍事迷們等了一整晚 戰機一起飛 讓大家近乎連連快門閃不停 第一次親眼見到四架戰機超過硬 只說不管多早來卡位 都只回票價 記者